我粉丝群这两天有朋友问了我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常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怎么样怎么样 那美联储有没有利润表 会不会每年也有盈亏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以前我视频给大家说过 资产端就是国债MBS这些 美联储利润表上的收入 就是这些债券产生的利息 因为国债MBS这些基本上利息是固定的 所以说美联储的利息收入是相对固定的 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 是流通的钱和银行的准备金这些 这些钱以利回购等方式就存在了美联储 美联储要给对方利息的 这个利息就是美联储利润表上的支出 而利息的支出大家知道是跟 美联储的加减息的是浮动的利息 所以说降息的时候 利息的收入很可能会大于利息的支出 美联储就会盈利 盈利的钱会放到美国政府的财政账号里面 加息的时候利息的收入很可能会小于利息的支出 美联储就会亏钱 比方说在9月份的数 美联储的资产端 也就是收入这边的利息的加权 平均是2.07% 大家看到大头就是美国国债的利息的收入 负债端 利息的支出这边加权平均是1.97% 大头大概就是利回购以及给银行准备金的利息 收入的利息 比较高于支出的利息 所以说美联储在9月的时候还基本上是挣钱的 不过接下去 大家知道 利回购的利息 还有银行的 准备金的利息 都大幅提高了 所以说美联储就开始亏钱了 然后11月 FOMC会议上又加息了75个基点 美联储就亏得更多了 加息周期也还没有结束 美联储会继续亏得更多 现在的这个 预测未来会亏多少呢 是取决于 最终利率 也就是terminal rate是多少 这轮升息 蓬勃预计 美联储会亏大概600到1800亿美金左右 估计要花 三到四年才能扭亏为因 重新再给美国财政部打钱了 雷